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胖兔 Happy Wednesday,周三快乐 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件事 就是什么样的朋友呢 尽量不要去交往 看上去是比较消极 但是呢就是我自己 根据自己总结的几点经验吧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条就是爱占便宜的人 不要交 你就比方说我前一阵子分享的 那个独闺蜜刘欣在日本被杀女留学生案一样 你在国外 如果你跟朋友们一起合租房子 那么日用品呢 应该就是你买你的 个人买个人的 像洗碟精呀洗发精呀 厨房里的这个洗碟精 你在这个 这个刘欣就是老是用人家江哥的 独闺蜜总用别人的 看似这个东西不值钱 但其实能反映出一件大事情 这些爱占小便宜呢 因为它用的是耗损品 如果是你们几个人和洗衣机一起买了 那么这个洗衣机 当然不能说你也买一个洗衣机 五个人租一间大房子 一个人买个洗衣机 但我说的这个占便宜呢 就是说耗损品 就是洗碟精啊 这种能耗损的东西 如果要是比方说是什么 洗衣机啊 烘干机之类的 那烤箱呢 当然就不用买更多个了 那么你就不要想 这些小东西不值钱 不值钱却反映出一个人的品质 他能不能就是爱占你便宜 如果你发现这样的人 比方说一起出去吃饭了 你要是AA制那是最好 我就最喜欢AA制 如果出去吃饭 你说我请客 下一次呢 你再去请客 四五个人一起出去 那么到第四次 轮到这个女孩请客的时候 他就 一会儿肚子痛 一会儿这事那事不去 脱脱掉了 那么明明轮到他请客了 那么这个人 你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去酒吧也是一样 去酒吧呢 如果你几个女孩子一起去 三个人吧 打个比方 这次你买cola 买了一群 你的价格都差不多 第二个人 A买了 B买了 轮到C的时候 他临阵脱毫了 说自己喝不了了 说自己不喝的 这种情况下 这种女孩呢 也不能交互 或者是男孩 轮到你 你哪怕不想喝 你给别人买了 把你的账还掉了以后 你再走 你不能说 你白喝了别人的酒 白吃了别人的饭 这天下没有白掉的午餐 同学们 除了你的父母 那是他应该 你父母生你养你 他给你万贯家财也应该 任何人 再好的朋友 闺蜜 你不用给他起什么 好听的名字 表兄都不行 亲兄弟都要明算账 也就说明 你和任何人 都不能占别人的便宜 再一个呢 欠了别人钱以后呢 你要立刻 立马想着还 爱忘事的呢 就写到手上 回家标到日历上 还钱 第一大事 今天忘带午餐钱了 对不起同事借我几磅钱 我去买个东西吃 那么你最好不要出现这种情况 你可以放在车里 放在自己的这个柜子里 放在哪个笔记本里 但如果你出现没有钱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及时还同事的钱 那么就反映出 从一个人的还钱 就看出一个人的品性 钱 欠人的钱 一定要及时还 尽量不占任何人的便宜 耗损品 自己买自己的 不管多便宜 也不管对方说的 你就用我的好了 这点东西不行 你一定要用自己的 出去租屋子也是 你跟任何一个房东去住 卫生纸 洗衣粉 都要用自己的 不要用别人的 不要说我这次用了 下次你再买 你就用你的 别人用别人的 那万一别人用的比你快呢 人家会觉得 哎呀我你看 他整天洗衣服 我一个周才洗一次 他一天就洗一次 所以呢最好就是 东西自己用自己的 OK第一点 一点啰嗦了 第二点 就是交多个男朋友的女人 不要交 同样交多个女朋友的男人 也不要交 我们就说 交多个男朋友的女孩子吧 通常呢 这样的女孩子呢 就一般就是 让男孩子给她买东西啊 或者就是我们说的 不正之有 不正之有不交 不法之地不去 不义之才不取 那么品行不端正的孩子呢 我们要尽量远离一些 你想他怎么可以 交两个男朋友呢 就像我听那个尤凯老师说 交一个什么流行什么 交一个大叔 还交一个什么小鲜肉 这都是错误的 你要交 其实学校呢 就是以学习为主 你如果真想交呢 到了年龄 大学二十几岁也可以 但是呢 尽量就是一个男朋友 如果你发现你的朋友呢 脚踩 脚踩 多支船 或者是哪个公子哥呢 同时交好几个女朋友的情况下 这种人尽量就是要远离 第三点 爱慕虚荣的人 不要交 你想太爱慕虚荣的人呢 就往往就是沉溺一些物质上的东西 今天买一个包 明天买一个香水 还都是高档的 他自己买得起 那可以 如果买不起 还有爱慕虚荣 就是打肿脸充胖子 有一些明明 家里没有那么多钱 非要跻身于就是和上流社会的朋友 那么上流社会去高级的这些 这些毒麻场呀 高级的这些地方 他就要花父母很多的钱 这样的人也不交 有的同学可能就在这说了 人家交几个男朋友 交几个女朋友 关我什么事 人家又没逼着我也去跟别人去做男女朋友 这个想法是非常错误 也非常危险的 为什么呢 通过日本留学生江哥被害案 你看 他的这个女朋友流心 他呢就是因为跟这个前男友纠缠不清 这种不正直友 当然呢 他是非常非常的不幸 因为很多个流心潜伏在身边 不出事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一旦出事 你才知道 但是不出事的情况下 谁也不知道 你的朋友有可能就是这个出卖你的流心 他的男朋友呢 纠缠不清 他有可能也把你 因为你跟他是朋友 有可能也把你卷入到这场是非战争去 他的男朋友去找他 或者前女友跟他产生纠纷呀 这个你 你就不得不出去调停 你就不得 这种情况下 您尽量要保持局外人 清关难断家务事 特别是感情的事情 说不清楚 与爸爸妈妈产生纠纷 与哥哥姐姐弟弟 前男友前女友 不关你的事 你所能做到的 只能是尽量的平和 千万不要火上浇油 干柴烈火 给人家胡说八道一通 让人家更加生气 只能就是 我是局外人 如果实在摆脱不了的情况下呢 这件事不管你的事 就要高高挂起 因为他不管你的事 你也管不了 法官都管不了 警察都管不了 你哪那么大的能耐 去插手别人的家务事呢 所以各位同学 如果发现了你这位朋友呢 是我说的第二类这种人呢 尽量远离 尽量避免让自己 绞入这种是非地中去 如果是万不得已 绞入进了是非地 那么最明智的办法 就是明哲保身 不参与 不参与自己的意见 因为你的意见也不见得是对的 而且有可能往反的方向 让别人更加激化别人 所以这个时候呢 亲者自亲 不参与 OK 第三个呢 就是爱慕虚荣的孩子们 如果你买得起高档品 这样的人呢 人家去买怎么样 你说人家虚荣 其实不是 那是人家家产万贯 人家就爱一天买个爱马仕 就爱开 就爱开豪车 就爱开法拉利 这样的人不属于爱慕虚荣 我说的爱慕虚荣的同学 就是自己明明买不起的东西 却非要去买 打肿脸充胖子 比方说有的同学呢 特别有钱 经常去高级赌场 那是因为人家家产万贯 但是如果你发现 你身边朋友呢 也特别就是 装的就是特别像 有钱人 要新二代富二代 要挤进这个圈子 这样的人呢 最好也不要交 那话又说到刘欣 他也是 他和前男友都分手了 前男友送给他一个 很值钱的钱包 钱包里还加了多少日元 我忘记了 他还收下了 那就说明 他就是一个爱慕虚荣的人 你跟别人分手之后 你怎么还可以 拿别人的礼物 礼物里面还有钱 你别说是 钱了 钱不能收 礼物就更不能收了 他是你爹吗 他给你就拿着吗 除了你爹妈给你钱 天经地义 任何人给你的钱 都是有说法的 包括好朋友 礼物 今天他给你买礼物 那明天他过生日 你要还礼物 肉包子打狗式的友谊 不会存在 也不会长久 同样 肉包子打狗式的 这种除非你跟别人谈恋爱 也是如此 你不可以就是说 这男孩就应该付钱 人家男孩生下来 就是要给你付钱的吗 你出去跟别人谈恋爱 就AA制 这次吃了饭 20磅 一人一磅 举个力 一人十磅 除了你爹妈 任何人都不可能给你买账 所以不要觉得 别人给你买东西 千金地义应该拿 任何人都没有千金地义 这种说法 OK 第四点 就是懒人 他自己非常懒 不好好学习呢 也不怎么去做工 这样的人呢 被我化为第四类 比较危险的种类 那么你懒人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自己呢 不做工 还整天滔滔不绝的 好像很有理似的 自己不去做工 那钱又想花 那钱打哪里来 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 对不对 这种情况下呢 懒人不做工 又又 还要经常把自己包装的 就好像是很高档 经常就是很 就是很高端的这样的人呢 大家也要小心一点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以前认识的一个女同志 她不上班呢 自己也没有地方住 她跟她的这个老公 她是 我不清楚 她就是直接就这么 她直接就嫁过来 她也不清楚是怎么认识的 这个老公 就直接就这么嫁过来 嫁过来之后呢 上了几天的班 再去上了 然后还正常说 你上班多辛苦 谁上班不辛苦啊 谁上班做呢 天上就啪哧 掉下一天的钱来 还笑话别人 上班辛苦 不上班 你看这个老头 在英国又没有房子 你不用管他学历多高 他两个也不 他又不上班 他在中国也没有钱 他家里也不可能 他上哪里 他也没有工作 老头把他给前妻离婚 人家就是把这些钱财呢 都花掉 给我的感觉是这样 说你花掉了之后 他这个老婆呢 也不上班 你不上班 整天在家里做什么 他就说 我国内有个什么姐姐 是妹妹 很有钱 你今天给我投 一千磅 两千磅 我明天就给你转四 不要听他胡说八道 没有这种好事 如果真是一千磅投进去 明天翻翻 美国总统都找他 任何人 英国女皇都要卖了财产给他 好吧 不要听这些人胡说八道 天上没掉馅饼 除了银行 除了国家公共的这些地方 包括中国现在新买墓地 让你投资房产买墓地 很多投园林 开那个玉石工厂 都是骗人的 把你的财产 哪怕是市长减彩了 哪个省长书记去了 都不能信 所以大家在国外 提个心眼 任何人说要给你 把你的钱翻翻呀 你就 你就百分之四百 是个骗子 两个字 远离 OK 要赚钱 取之有道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你不要去骗别人的钱 但是这些人呢 确实存在 那么就需要各位同学 擦亮眼睛 火眼金睛 认识他们 如果发现这种端倪 就俩字远离 OK 第五条 第五条就是多事之人 爱问东问西 特别爱问别人的私人问题 这样的人呢 一个是特别讨厌 再一个呢 他我就觉得居心不良 你跟别人做朋友 也不熟 熟了以后呢 人家慢慢你就知道了 人家家长是做什么职业 在国内是任什么职位 你不要一上来就去问 你上来就去问的话 别人就会想 你要干什么 要不要把我家银行账单 也要给你啊 不关你的事 包括人家的妻子 做什么工作 老公做什么工作 与你无关 他自凡是很 特别想知道这种人呢 一般都是不安好心 你像我吧 我好朋友的老公 我认识他十多年 他老公告诉我 做什么工作 他挣多少钱 我不感兴趣 因为人家挣的再多 人家不 不会给你一分钱 人家不是你亲爹亲妈 没权养你 人家挣的少也好 人家没向你借钱 那么你问这个干嘛 他叫什么 这个 surname 姓什么 我都记不住 包括我同事 我在这九年了 这个姓 我都记不住 那么自反 把你家的这个 详情地址 这个父母啊 信息啊 都记得特别清楚 你知道在国外 这个身份特重要 他知道你的生日 知道你的名字 他知道你家长的名字 很有可能就可以冒充你的身份去 我给大家讲 没讲过那个冒充别人签字的女的 你就是知道信息太多了 包括你的这个联谱网站 你傻不拉几的 把自己的那个叫什么 生辰都登上 你可以换个假的吗 你登上之后 别人就暴露的信息 实在太多太多 再一个同学们 中国现在不是流行 那个叫指纹扫描吗 是不是刷钱刷指纹 指纹也是 你照个照片 你的指纹很容易就 做个那种的叫什么 胜利的手势 很容易就被踩出来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就是说 还是这句话 害人之心不可无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问东问西的人呢 一般都是不怀好心 举一个我个人的例子 有可能这点 我可能是错的 因为我在工作的地方 有一个中国的女孩子 特别漂亮 她特别可爱 不是漂亮 她家的小女孩生的也特别可爱 两口子都说中文 她从来 我是从来不问别人 是不是中国人 我觉得有些人 就是尊重别人 人家隐私不想告诉你 我连哪国人我都不问 哪怕她说了中文 她不问我 我不会问她的 一般不会问 当然了 我就感觉有个人 面相善不善 喜不喜欢 有的人感觉 如果你感觉不太对 面带胸相 那这样种人 你还要远离呢 对不对 我就感觉 我交友呢 一般也要凭一个第一的直觉 一般来说呢 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对的 我的直觉 如果是这个女孩子 她在这大概 我住了几年了吧 因为我经常有看到她去买东西 她从来都不跟你打招呼 说也是说英文 其实这样很好 你要跟我说英文 那也很好 就是简简单单 Hello good bye 她不想跟你说 我自己能感觉出来 她爸爸妈妈过来 妈妈过来呢 是这样 她有一次买了一个 confed chicken 就是喂骨子 那个皮是黄色的鸡 英国的鸡是这样的 她的这个价格 比方说 1.5磅 是1kj吧 我打一个比方 我具体记不清了 因为她妈妈不懂英文 她妈妈就把这个1.5 看成这个鸡是指1.5磅 她当时去付款呢 正好就是在我这地方付的 她当时就拿着这个东西 因为她当时也没有问 我是不是中国人 她就问 她说 就说错了错了 然后呢 我就因为我不确定 她是日本人 韩国人 还是中国人 因为看不看不 没看出来 我就说 我就当然英文说 我说这个 这个1呢 这个是按金数来称的 你买的这个金呢 就要8磅多 因为它是上面 这个标的这个价格 是一个kj是这个钱 你这个是多少个kj 就打一个比方 多少金 它没有反应 我说了英文 没有反应 我想那我就算了 那我说汉语吧 问题是我用汉语解释了 标准的普通话 也许我在 我在家乡口音 我是北方人 但是我的普通话 应该大部分 我们大陆人都能听得懂吧 也没有反应 第二次 她就付了钱 第二次又去我们店 去了以后呢 就开始跟我说汉语 我就说 上次我跟你说汉语 你没有反应 说英文也没有反应 闹了半天 她妈妈说 她妈妈说 她是香港人 她不是香港人 她就是带着 很浓的北方口音 其实你是哪里人 并不重要 你是火星上的 也不重要 她有时候说 听你口音 不像香港人 她说 我们全家从那个 移到香港 香港人 我也有香港朋友 她说的汉语 不标准 但是我也能听懂 她就是没有反应 然后她就开始问 你是哪里 你家又怎么样 我妈妈就开始 就问东问西 问的太多 这样的人一定要注意 两个字远离 你的姑娘都不跟我讲话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 你问 连你是哪里的都要撒谎 却要把对方的家庭啊 把对方的住址啊 父母的工作 打听的一清二楚 这样的人太 nosey 这样的人也是要远离 我是一个比较 比较private的一个人 我对你的家庭住 我对你中国哪里 你收入是多少 不感兴趣 甚至你姓什么 你就告诉我一个 英文名字就可以 我不在乎您叫什么 我只在乎 您这个人是不是好人 我喜不喜欢你 道不同 不相为谋 你如果想跟我讲 你就讲 你不想讲 也无所谓 但是就提醒大家一点 多事的人 特别是初次见面 太多太多是这样的人呢 你要小心 他自己什么都不跟你说 还说自己是移到别的地方 移到澳门 移到香港 却要打听你家是哪 你爸爸妈妈做什么 你怎么 就问了一清二楚 这样的人特别要小心 因为现在呢 特别是你在网上 坏人也特别多 各位同学呢 也要尽量保护一下自己啊 我们虽然不害人 但是呢 我们却要有着一颗 防着别人的 被别人害的心 我也是经过很多的这个挫折 当然了 我遇到的好人 比坏人多得多 我比江哥幸运 目前看来 因为江哥被杀害 就是因为太不幸了 他认识了这个刘欣 这个贱人刘欣 但是很多人都是刘欣 我也不能老职责刘欣 虽然刘欣呢 他当然胆小 在外面杀人 但是他递刀 他据他说是递刀给前男友 把自己好友杀死 他就是胡说八道 给我感觉 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自己呢 我是比较幸运 跟我从 我认识的这些朋友 我从小就跟女孩子 混得特别的好 我有一大堆的女性朋友 尽管我有弟弟 我家里有表哥表兄 都是男孩子怪不怪 但是我和很多的女孩子 都混得特别特别的好 那是因为 我 我就喜欢跟女孩子在一起 我们一起谈谈 怎么样学习啊 怎样出去游玩啊 怎样去设设影啊 干什么 我们志同道合 但是你到国外来了之后呢 你不了解他的家底 你也不清楚 他是具体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这种时候呢 希望大家呢 就要有一个警惕的心 也不是不交朋友 好人多嘛 90%都是好人 但是我所说的这个呢 是个例 你碰上一个流星 你就玩完了 就把身家搭上去了 你说你爸爸妈妈养你 多不容易这么大 一个流星就把他家整死了 对吧 第四个呢 就是自私的朋友 不要交 你打一个我自己比方吧 有的人呢 他就特别自私 我是喜欢出去呢 是喝一杯中国茶 到中国的茶 叫什么茶点去做一下 这么一个人 如果你的朋友呢 他特别喜欢西餐 也可以啊 你们今天 今天去吃了西餐 第二天 就是下次再去的时候 就要去我去的 我指定的地方了 如果有一个人 他打个比方 特别爱吃披萨 特别爱吃披萨饼 他每次约会都要求你 必须去披萨 去了三四次 他还不肯去你去的地方 那就说明这个人 特别的自私 为什么每次 你跟你老公可以自私 跟你爸爸妈妈可以让着你 跟女孩子交往 包括男孩子 跟男孩子交往也是 你不可以自私 我不爱吃披萨 我陪你去了 我下次还陪你去 那么第三次 你就必须要去 我指定的地方 因为我不爱吃披萨 我也不爱喝咖啡 我不喝咖啡 他就 你试着喝 这样的人 要打一个问号 一般都是比较自私的 但不是说他坏 自私的人不见得坏 也许就是他被老公宠坏了 被爸爸妈妈宠坏 他没有考虑 别人的感受 或者他在上学的时候呢 没有交更多的女孩子 做朋友 他不懂得跟女孩子 有可能怎么交往 这有可能 但不见得就是坏人 就举一个例子 第七条 最后一条了 在国外呢 您交异性的朋友 要小心 特别是国外 我自己吧 你是女孩子的情况下 你会发现有很多 这个异性的朋友呢 会对你表示好感 这种情况下 您要小心 我建议各位 就是未婚的女孩子呢 您最好 让你妈妈呀 给你买一个戒指 或者你自己就去买一个 你给她带的 带到结婚的那个指头上 不是假装结婚啊 就是你碰到 有不喜欢的 感觉不太好 他叫你出去 你告诉他 你有男朋友 或者结婚了 如果你碰到 有你喜欢的呢 或者谈得来的朋友呢 你就可以跟他出去 就可以告诉他 为什么戴这样的戒指 我可以举个例子啊 因为您在国外呢 如果他就觉得 一般你就是自己出来的 不可能 他有很多人不知道 你爸爸妈妈 有可能在这样 或者他就 一个国外的一个小女孩 跟他滔滔近活 他就特别爱跟你讲话 特别是我 像我吧 我说的这个英文呢 带着很浓重的 中文的口音 我就是带着再久 我也带着中国 因为我带着中国式的 这个香音啊 就能听出来 就好像日本人讲英文 这个尼泊尔人讲英文 还有印度人英文 我们中国人的英文 一听就能听出来 他就有一些呢 给我感觉有一些人呢 就特别爱和 我们外国的女生讲话 有这么一种感觉 大部分人是好 但有极个别的 给我的感觉怪怪的 比方说给你钱的时候 给你就感觉和调戏一下 一会给一会不给 一会捏你手一下 十分之讨厌 或者你觉得 还有一个就是下班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有的人感觉 你要注意后面 有没有人跟着你啊 你要小心 特别往卡帕克走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买一个报警器 因为那么大的一个 那个停车场 好几层 感觉好恐怖的 对不对 你想冬天四点就下班了 万一你下班是五点 或者五点以后 都好黑很害怕 这个时候呢 既可以当手电 又可以报警 你最好让同事 跟你一起去 如果同事不能跟你一起去的情况下呢 就买一个报警器 就是拔开以后 就吱吱响的那个 那个Alarm买一个 这些异性呢 对你好 它是有目的 他邀请你去喝茶呀 邀请你去他家呀 你要是对人家 你要是对人家没有意思 不想跟人家做男女朋友 各位同学们 不要去 他去呢 肯定是人家希望 就给你发展男女朋友呀 或者 再一个呢 就是你自己在这学习租屋子 找寄宿家庭呢 最好是有两口子 如果是单独 你去租房子的话呢 女孩子尽量要找Land Lady 尽量找女的 跟她一起住 就避免麻烦嘛 男孩子呢 你就尽量找男性的房东 再一个呢 你就是 大家尽量要小心吧 就是尽量把这个风险 风险永远都存在 但是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尽我们最大的能力 把风险降到最低 OK 再一个就是 不要随便受异性 给你的礼物 给你的东西 你没有跟别人做朋友 没有跟别人处对象的 这种的想法 什么东西都不要要 哪怕你出去同事 出去了 这个外国同事说 啊你 我 你不去 你没事你去吧 你去了 我给你买酒喝 我就直接跟他们讲 我不用你给我买酒 因为我不喝酒 我喝呢 也是苏打水 百分之 收我个五十匹就不错了 我有的时候苏打水 还是免费的 我喝可乐 我也买得起啊 我又不是没有钱 我干嘛要你请 异性朋友 给你的东西 没有意思的 不要要 不要贪别人的便宜 也不用指着 哎呀他忘了 什么 自己买自己的同学们 OK今天 洛里巴索说了 一至七条 就是这么一个 就是总结下来呢 就是爱占便宜的人呢 尽量远离 交多个男女 男朋友的人远离 交多个女友的人 不正直友的远离 第三个 爱慕虚荣的人远离 第四个 懒人不做工 这样的人 第五个 多事之人 老讨论别人的 私人问题 问东问西 恨不能把你家家庭 住者银行账号 都告他的这种人远离 第六个 自私自利的人 太自私 倒不是坏人 这样的人 尽量保持距离 第七个 异性给你的东西呢 没有 你对人家没有感觉 不要收 谈恋爱之前呢 AA制 你结了婚随便 你合照 你怎么都行 结婚前 异性 AA制 千万不要就是 扯不清的这种关系 要小心 OK 今天就说到这儿 最后一句话 用姜哥妈妈的话 各位同学在国外 保护好 替自己的家长 保护好自己 OK 你真的出了事以后呢 就晚了 90%都是人天使 你碰上1%的这个人渣 他就有可能给你带来 不愉快呀 伤心呀 同学们 一定要记住 你看我是六七十年代 生的人 现在九十几 九零几 零零几来过来 确实给我感觉就是 家长再说无数遍 当时嫌家长烦 你不要嫌他们烦 他们真的是为你好 一定要替家长 保护好自己 在国外呢 多长一个心眼 在国内也得多长心眼 国外呢 就更要多长一个心眼了 尽管国外很安全 总体来说 给我感觉英国吧 比较安全 但是你自己 替自己的家长 保护好自己 OK 今天就说到这儿 希望呢 大家能喜欢这期的视频 我是大胖兔 咱们下次再见 See you next time Bye